除了基本的红、黄、蓝、绿等颜色外,这款西胶黏土更富有市面上少见的透明、极叶光两色,只要和基本色混合以后就能做出更多变化, 同时还可以运用西胶的高温固化原理,让孩子们享受阶段视地爱外创作的乐趣。 只要将捏制好的黏土使用烤箱烘烤即会硬化定型,加上稳定性高,无论是制作发饰、杯垫、夜光装饰品等小物都没问题,甚至是放在水里玩乐,用热水消毒也都不会损坏。 另外,商品中所付的小工具,与亚母也相当丰富,只要一盒在手就能发挥无限创意,可说是乐趣与实用性兼具的人气首选。 对台湾人来说并不陌生的黏土老品牌赔了多,其商品最大特色就在乌搭配了各种丰富主题道具,让孩子们不但能享受柔捏黏土的乐趣,更能体验角色扮演,扮加加酒等更多玩法。 其中光是厨房系列就有杂货垫、甜点、制面锁等多种选择,而这款烤箱在放入电池后还会发出声光效果,趣味性十足。 另外,属于容易耗损的黏土玩具,玩久了难免,会干掉或是黏上灰尘变的脏污,甚至是多次混色后视觉上已经不够鲜艳,为此赔了多也有贩售许多价格实惠的补充罐,无论是想要太患就新,或是替孩子添购更多颜色都很方便。 米粘土与小麦粘土的特性十分相似,但却更不容易致敏,质地上也较为柔软且不易干燥,同时还拥有优异的显色度,从从鲜艳的红、蓝、绿到粉嫩的粉红、粉绿等都能完美呈现,对于孩子的视觉刺激,与色彩学习也有不错的帮助。 而这款商品最令人心动的,就在于一次网络了十二种颜色,价格上,却十分亲民,即使家中有多位小孩一起玩耍也很够用,游戏结束后还能让孩子依照颜色收拾,养成整理收纳的好习惯。 待孩子逐渐成长后,也可以陆续添购各种主题模具,让年图有更多丰富玩法。 从二到三岁开始,孩子们的小眼睛便会开始观察周遭人事物,甚至想要模仿大人的一举一动。 像是当小女孩每天看着妈妈整理头发的身影时,在她的心里便会产生一种憧憬,而这款黏土就能实现每个小女生的愿望。 商品中富有男、女娃娃,只要在身体部分放入黏土并且整个下压,各色黏土就会从头上并出,此时可以再用所附的小剪刀、小梳子等工具来帮助娃娃完成发型,让孩子发挥创意做些旁客头、爆炸头等造型也非常有趣呢。 而米黏土本身安全无毒,再加上带有咸味的特殊设计,即使小朋友不小心误时也会立刻吐出,使用起来更加安心。 这种青黏土比传统纸黏土更加轻盈柔软,油污拥有极高的含水量而容易搓揉,混色,且干燥后也不会干裂,成品的质地与色则更是纸黏土所无法匹敌。 另外,只要在成品上涂些透明指甲油,更能增添亮泽感,并延长保存粘线,用它来制作各种胸针等小配件也很不错。 而商品中还富有一包宛如宝丽龙利的泡泡粘土,能让孩子们一次体验两种不同粘土的质地与乐趣。 顺道一提,由于此系列的制作过程较多精细步骤,建议爸爸妈妈们可以在一旁协助,陪伴他们一起完成作品。 考虑到各种成长状况,市面上大部分的儿童黏土都适用于三岁以上的孩子,而这款经过欧盟能认证的商品主打两岁起即可玩乐,想让宝宝及早进入黏土世界的家长们不妨参考看看。 小麦肤成分的质地相当柔软,不需太多利器即可体验柔捏乐趣,只要再搭配切刀与可爱压母,还能轻松制作出各种形状,混合出不同的色彩,在训练手部小肌肉的同时更能刺激视觉与感官。 虽然整体来说颜色不多,设计上也较为单纯,但是只要家中孩子不会对小麦过敏,这款商品想必是入门级的好选择。 以发泡玉米做成一颗颗的黏土粒,并利用淀粉浴到水会产生粘性的原理,只要准备一块凝干的湿布即可让黏土相互粘接。 除了平面拼贴以外,也可以利用所附的纸卡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合力完成3D立体恐龙,同时让小朋友对空间点线面有初步的认识,从学龄前到小学生的孩子都适用。 而这种黏土的质蓬松,柔软,不需过度湿力也能轻松柔压塑形,加上黏土,本身不易粘手,也不怕因为忘了收拾而变干电影,使用与精力上都十分省力。 不过黏土中的食用色素可能会脱色沾染,孩子玩乐时最好避免穿着白色的衣物。 此款商品利用米粘土优异的显色力,将多拉阿梦身上的红、白、蓝、黄色完美再现。 商品中除了切刀、滚刀、圆筒、硬膜等多种附属道具以外,粘土容器盖子上的压纹液能当作硬膜使用,即使是还无法自行揉捏制作造型的小小孩,也可以透过悄悄压压来体验粘土的土乐趣。 另外,只要将成品放置个一两天即会固定成型,让爸爸妈妈帮宝贝把喜欢的多拉阿梦保存下来。 不过也因为主题锁定、锁附的四种颜色,也较难玩出其他花样,小朋友,可能会很快就会玩腻了。 令人怀念的传统纸粘土是运用纸胶与水的特性塑形及粘接,而此商品中还附有动物塑胶模型,让孩子们能轻松塑形并衔接每个部位。 接着,只要等待自然风干在涂上喜欢的颜色,独一无二的手作存钱筒,就完成了,未来更可以培养储蓄的好习惯呢。 同系列中有小绵羊、小猪、小兔、老虎、猫咪等多种造型,加上价格亲民即使多买几款也不会太伤荷包。 然而黏土本身虽然安全无毒,但是成分中含有有香料,完成后的质感也略有些粗糙感。 寒天黏土是来自日本的独创商品,宛如果冻般的Q弹触感十分新鲜有趣,透过多次搓揉后则会越来越柔软,优秀的延展性,也不易沾黏在纸缝或桌面上。 更重要的是,其原料的致敏性相当低,即使是体质较为敏弱的孩子也能轻松体验,再加上寒天黏土不易干燥,一款就可以玩上很久。 可惜的是这款商品目前在台湾并不容易购买,加上价格偏高,也没有附加其他模具,如果不确定家中宝贝是否有兴趣的话,不妨先从其他更实惠的款式这手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